正中五十二點八位小朋友 一字排開 每個人眼神專注蹲在地上 挑戰力彈比賽 眼前不只有一般的雞蛋 還有一顆超大的鴕鳥蛋 有了 有了 感受鼓勵 不到一會兒的功夫 這一位小朋友成功把三顆蛋都立好 迅速起身 獲得全場拍手叫好 因為手速最快的 可以帶走這一顆罕見的鴕鳥蛋 另類的體驗 讓大人小孩都好開心 鴕鳥蛋比較大也比較少 所以大家比較有興趣 以往都是用普通的蛋 台中南豚萬和宮 端午節年年舉辦慶祝活動 除了立蛋習俗 還有獨特的美食麻藝湯 當地人都知道 吃肉粽要配麻藝湯 才是完美組合 現場排隊人潮綿延不絕 主辦方準備了上千碗 免費贈送給姓仲 一大早五點多 廚房的阿姨就開始趕工 把新鮮的麻藝搓揉出苦水 下鍋熬煮 靈魂配料 是地瓜跟掃魚乾 這一碗綠綠稠稠的湯 吃的是傳承記憶 吃肉粽配麻藝 搓肉粽啦 對啦 穿自己搓肉粽啦 那就是我們這裡藍豚的習俗啦 但差不多30名以上啦 體驗一下這個活動這樣子 都想好吃嗎還是敢吃的嗎 敢吃很好吃啊 因為我們之前有都會在市場 買麻藝來做 台中南豚慶端午下午還有全台唯一的 穿木雞採接活動 預估人數會突破千人 想必熱鬧非凡 繼續為台队周建林 台中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